好 我们今天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邵海鹏 请他就今年的一号文件相关的内容给我们来做一些分析 海鹏请 主持人好 我是这样 昨天是新华社公布这样的中央一号文件 我们也知道2016年是13五的开业今年 中央再次发一号文件来关注三分问题 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知道三分工作的第十八份中央一号文件 文件中着重强调了在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环境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具有历史任务 具有现实难题 要破解这些难题的话 就必须树立农业工作的一个短板意识 从供给侧进去节目性改革 而且最近供给侧进去节目性改革 具有宏观背景也有这样一个人类自身的问题 从宏观考虑来说 比如新长代以来中国实行这个宏观提供机制 要在这样一个供给侧和吸取侧的两端 发力促进产业卖进中高端 从农业自身来角度考虑的话 农业自身发展的失衡问题 也需要推进供给侧的一个节目性改革 农业自身的问题是 节目性短缺与过剩与并存 涉连增与粮食进口与创历史新高 就是这样一个表现之一 那现在就说明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农产品供给 不能很好的适应消费需求的一个变化 无论是品质还是数量 都存在一个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农业这个结构性产能过剩跟工业一样 它都是以透支这样一个生产环境为代价的 很多产能都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如何来推进这样一个供给这个结构性改革呢 它实际就是围绕农产品的一个需求 交费需求来安排生产 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产品的供给数量得到一个满足 农产品的品种质量更加契合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其实改革的核心就是提高农产品 这样的供给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这也是符合现在农业本质要求的 这是我了解的情况 好谢谢